醫生牙齒最近聽到水聲 都很想去廁所 但去傷了都滴滴仔 令我很煩 我是否神規 神規就是中醫的概念 西醫沒有這件事 不過聽你說的話 似乎是前線肥帶 加上膀胱過度活躍 膀胱都會過度活躍? 膀胱過度活躍 其實可以是一個系列的症狀 結合在一起 類似一個症候群 簡單來說 即是膀胱很敏感緊張 於是亂收縮 患者會出現尿頻尿急 夜尿症狀 可能一聽到水聲 便急到想賴尿 對患者造成很大的困擾 有人因此不敢去旅行 怕搭長途車、飛機 甚至不敢出街 嚴重影響工作和社交 大約一半的患者 都沒有特別成因 女性患者比較多 其他患者 就由其他疾病所致 例如尿道感染 前列腺疾病等等 醫生會先做一系列 尿道系統的檢查 看看有沒有病因 其實可以做一個叫尿流動力測試 去做確診 測試的時候 會將一條管 由尿道擺入膀 再將另一條管擺入肝門 計算真正膀胱收縮的壓力 醫生會將心理鹽水 慢慢滴入膀胱裡 模仿在飲水之後膀胱脹起的情形 醫學上 正常人通常隔兩小時才去小便 正常的膀胱可以融立 400至500毫升的尿液 但是病者 在注入100至200毫升的鹽水之後 膀胱就可能不適當地收縮 壓力指數急升 覺得很急尿 為何這位病人急得來 但又安排不出呢 男士來說 前列腺病人 其實很多同一時間出現 膀胱過度會有這個問題 兩者一起合起來 最典型前列腺病人 既有儲藏小便的困難 亦有排清膀胱的困難 醫生有沒有醫療 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生活習慣的方面 尿涼和飲水有關 病者可以減少夜晚後飲水 減少產生夜尿 心急緊張都會容易尿急 建議要放鬆心情 其次就可以根據醫生指示 重新教育膀胱不要緊張 尿急的時候 做其他的事等15分鐘 膀胱就會慢慢地學會 原來儲存200-300cc的尿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病情嚴重 亦都可以食藥或者進行手術 來放鬆膀胱 他們的問題都是生活質素的問題 不是生死或者什麼嚴重疾病 簡單的生活習慣 改變已經可以適應到 他們未必會選擇這些手術